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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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观众大家好,欢迎来到一周大事的时间 身边有Janet一齐和我一起主持节目 Janet你好 Vio你好 好,我们先看看港股全星期究竟造成什么 看到了,恒指在今个星期跌至超过六年的高位回落 跌至24,600点的水平 今个星期,恒指只有四个交易日 虽然港股持续强势 但美国的加息预期不断为股市带来震荡 而国家总理李克强的讲话 抹杀了市场对刺激经济政策的憧憬 恒指在中秋设假期之后急跌近五百点 除后两日,恒指在24,600点水平略为泉定 见到恒指上星期五收在24,595点 全个星期跌了644点 跌幅有超过2.5% 至于国企指数 星期五就收在11,014点 全个星期跌了353点 跌幅有超过3% 内地股市方面,今个星期走势反复 曾经见过17个月的新高之后回落 在经济数据公布之前 投资者情绪较为乐观 一度推动上证综合指数升到17个月的新高 不过及后公布的经济数据 普遍令市场失望 令到投资气氛转差 星期五,投资者趁低吸纳 市场就关注星期六公布的固定投资 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等的经济数据 上证综合指数星期五收报2331点 整个星期继微升5点 升幅近1% 之后我们一起看看 港股方面有什么焦点办法 值得大家回顾 见到苹果推出新一代的智能电话 本港成为首批销售的地区 相关本地电信股股价即时启动 相反,中国内地未在首两批销售地区之列 虽然早前有关销售的海报 从个别中资电信箱流出 但中资电信股的股价 今个星期表现反复 我们看看他们相关的表现 电信营科全个星期没有起跌 香港电信就升2.2% 和机电信微跌0.3% 数码通就上升0.2% 跟着和大家看看地溝油的风波事件 情况越闹越大 本地的参民股陆续发声明澄清 而大家乐就承认了 曾经采用南信供应的台湾猪油 不过南信就反驳 就说公司只是将猪油原装转售给大家乐 否认有将强贯的地溝油混入猪油再卖给大家乐 而翠华、大快活和旺旺方面 都否认和地溝油的事件有关 部份相关股份估额欠着 大家乐方面整个星期下跌超过2% 大快活跌近1% 翠华跌近1% 南信股价较停牌之前跌超过半成 中共往往跌近1% 而国家能源作就公布 进一步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有关政策的通知 希望从经济角度将分布式光伏发电合理化 鼓励建设这个光伏发电站 重点包括屋顶电站可以选择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或存额上网的模式 鼓励利用廢气的土地建设电站 亦都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 联同地方政府提供优惠贷款协助建设相关的项目 以及可以用相关的光伏项目作为抵押品再贷款 光伏相关的股份今个星期普遍上升 见到保理协银全个星期升了1% 信义光能升9.5% 可能太阳能升超过7% 而卡姆达克升超过6% 而协银新能源更加升了1.3% 接着风电股方面的消息 这个礼拜坏消息就比较多 五农元电力8月份的整体发电量 按年减少近2.2% 其中风电减少近2.4% 火电方面减少1.9% 金空科技被两间机构投资者合共减持1267万股 每股作价大约13元 而中国风电向工人金融租赁方面 以5亿人民币出售旗下最大的光伏项目 同时租回10年 而风电股的股价 所以这个礼拜跌幅比较欠着 好我们看看情况 农元电力整个礼拜跌4% 五华银新能源跌近6% 中国风电跌近3% 华电复生跌超过3% 至于我们方面 今个星期入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公布 普遍都令到市场失望 8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按月回落0.3%去到2% 是4个月以来最低 升幅就低过市场预期的2.2% 而受到原材料和油价下跌的拖累 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就按年下跌1.2% 跌幅是5个月以来最大 亦都较市场预期的1.1%为大 另外内地的进口数据就令市场失望 8月份的进口以外下跌2.4% 市场原先预期是会有1.7%的增长 不过8月份的出口按年增长9.4% 数字就是高于市场预期的8% 而人民银行也都公布了一系列的金融数据 人民银行就公布了8月份 人民币新增贷款有7,025亿人民币 略多过市场预期大约7,000亿人民币的上限 而同期广义货币供应即是M2 和总理李克强早前透露的一样 按年增长12.8% 慢过市场预期的13.4% 而社会融资规模都小过市场预期 只有9,574亿人民币 进口意外下跌令到贸易顺差在床身高 达到498亿3千万美元 市场解读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 接下来和大家看看外围方面的消息 欧洲经济遥遥欲罪 五欧央行决定减息和买债 欧元回价一度跌至1.265 这个14个月的新低 而英国方面就要面对 苏格兰可能独立带来的经济冲击 英镑汇价急跌至10个月的低位 对美元见过1.6071 日本方面第二季经济萎缩7.1% 加上其他经济数据都表现一般 日元跌至超过6年的低位 而欧、美、日等发达的国家 区率下挫 令到有加息预期的美元势不可挡 美汇指数见过84.52这个14个月的新高 而美元上升就令到一中二美元结算的商品价格 更加雪上加上 市场憧憬联储局会加快加息步伐 纽约期今跌至1,232.9美元1盎司的3个月低位 而中欧经济数据比较加上供应充足 抵消了地缘政治对油价的支持 纽约期由跌至到90美元一桶水平左右 创了16个月的新低 至于美国的经济数据 美国上星期五公布了飞龙就业职位 只有14万2千人 远比市场预期的22万5千人为之少 而上周初新申领失业金救济人数 亦比预期为之多 反映美国的就业市场转差 而市场预期飞龙就业职位的数字 亦将会向下修订 8月份的失业率就维持在6.1% 下周有什么焦点数据值得大家注意 星期一 香港会公布第二季本地居民总收入 而欧洲就会公布7月份的贸易账 星期二 外围可以留意欧元区的经济情绪指数 和英国8月份的通胀率 星期三 美国会公布8月份的通胀率 而欧元区也会公布8月份的通胀率 英国就会公布7月份的失业率 以及英联银行都会公布他们的议息会议记录 星期四消息比较多 本地可以留意8月份的失业率 内地可以留意70大宗城市的住宅销售价 安慰美联署会有个议息会议 美国上周初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和日本8月份的出入口 英国8月份的零售销售 而星期五 神州租车和创业集团预期都会在那天挂牌 而8月份 美国就会公布8月份的领先指数 一周大事的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想重温我们的节目的话 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.bschannel.com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再见